準備16-20隻的摘蝦 摘蝦記得前一天先從冷凍庫拿下來解凍 軟軟的蝦身比較好處理 也比較不會在處理的過程中斷裂 處理的方式跟蒸的蝦子一樣 我們先橫切再重切 但是記得都不要切斷 切完以後我們稍微鬆弛一下蝦身就可以囉 那這道菜的靈感其實是來自於我阿公的櫻桃大蝦 這是我小時候在阿公餐廳最愛吃的一道招牌菜之一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連結下方的方格子網站 就可以知道這道菜的靈感跟來源喔 我們總共做10份 那多準備的摘蝦是用來做最後擺盤跟裝飾用的 接著準備100公克帶顆粒的番薯粉 番薯粉可以讓摘蝦在氣大的過程中比較酥脆 也可以讓整個蝦身比較膨脹吃起來比較有肉的感覺 加入所有的調味料 但記得一定要加煙燻紅椒粉 這可以讓整個顏色看起來比較討喜喔 接著我們將處理好的摘蝦 沾上一點水 再裹上那個調味過的番薯粉 記得抖掉多餘的粉末 這樣吃起來才不會太過於粉感 陸陸續續幫所有的蝦子裹上粉就可以了 裹好粉的蝦子呢 我們需要讓它靜置回潮一下 那在靜置回潮的過程中呢 我們可以來處理其他的食材 準備了25公克的胡桃切碎 不用太細 準備200公克的植物肉 我用的是Beyond Me的牛角肉 你也可以使用任何自己習慣的植物肉 它是有調味過 質地帶有黏性 所以我就可以做額外的調味 將切好的胡桃碎拌入角肉之中 接著我們將拌好的角肉分成10等份 每份大約20-22公克左右 捏層橢圓形備用 我準備了純植物的低醣小餐包 將其切片 你也可以直接用法國長棍麵包 把它斜尖成小片 接著我們將靜置回潮的栽蝦 第二次稍微再裹上一點粉 然後讓蝦子呢 抱住這個肉泥稍微壓一下 然後取一小片麵包把它 附在上面即可 這個植物肉 這個植物肉除了本身有黏性 烘烤之後也會出油 所以是可以很好附著在麵包上的喔 烤香鍋吃炸鍋 預熱攝氏180度 入鍋之前記得在表面噴油 這是我新買的全透明式的麵米吃炸鍋 但它真的太小了 那你也可以用烤香來處理 接著我們準備20顆明米的水果 我用的是草莓 你也可以使用覆盆子 插上竹籤 之後將適量的純素梅奶滋擠入 放入擠花袋 接著我們就可以擺盤囉 擠上美乃滋 之後呢 再插上我們已經準備好的草莓竹籤 就可以囉 那在新的一年裡 祝大家活苦身風 身體健康 那也謝謝大家 訂閱我的頻道 歡迎按讚分享跟點閱